在今天温度形態來說明顯的上升了 在中午的時候北部地區有到了23度 倒是到了中南部地區可就已經到了26、27度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什麼呢 看看低溫的變化 因為大家會感覺到温度慢慢的上升之下 會不會說那冷空氣強度是不是就已經完全減弱了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的冷空氣強度在未來的話 將會逐漸的減弱 因為太陽已經逐漸照射在北半球了 那未來的一個禮拜我們用台北測在夜晚的低溫來看 在今晚的溫度16度 比昨天晚上的15度要再上升了 接著星期三、四、五 我們可以升到18度 因為冷空氣的強度減弱了 接著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有微弱的東北風進來 不過只有影響到北部地區 低溫的部分略為下降1度到17度 接著下週一、週二冷空氣再減弱 溫度又再往上爬到19度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天氣形態來說晴朗 但是日夜溫差是比較偏大的 週休假期的北部地區會因為東北風影響 會溫降 但是到了南部地區仍然天氣晴朗 我們就來看看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昨天影響台灣上空的華南的水汽 已經逐漸的在離開台灣上空 今天白天從北到南 陽光都開始從雲縫中露臉 雖然高空場還有一些雲層 但這些雲層整個都是比較薄的 會透光的雲層 那不會造成降雨的狀況 雨只有在北部海岸線 東北角跟宜蘭地區 因為近地面吹著東風的關係 所以有些零星的短暫雨出現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北方的高壓系統 我們可以注意到 隨著它逐漸的東移進到了日本之後 我們的風向開始變為一個偏東風進來 但偏東風進來也會使得在東半部地區 早晚雲多有點地形性的降雨 可是偏著東風進來 西半部地區因為風速偏小的關係 整個西部地區都是被封面 空氣品質就比較偏差了 目前看來三四五這三天來說 空氣品質狀況在西半部地區 會更明顯的偏差 那到了晚上天亮的時候 馬祖金門跟這個台灣西半部地區 都容易會有局部霧的現象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在外島仍然比較偏冷 白天陽光都會露臉 溫差的部分在金門跟澎湖比較偏大 而在台灣本島部分 日夜溫差可都有達到十度左右 南部地區在七到八度的溫差 但是東半部地區要注意的 就是局部性的早晚短暫雨 小滴臨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出晚歸天氣冷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西部空氣品質差 過敏體質的朋友要注意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